唉 谁让他喝这么多酒的 因为情况特殊 可以满足他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要求 他有多少时间能醒过来 我看 起码也得七八个钟头 找个大夫 给他醒醒酒 醒来也没用 除了哭他的老婆孩子 什么也说不成 求求你 要我再接他们娘俩一面吧 我可以答应你 听见没有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 他是怎么解决我 这要是 我们下期的 对 刚刚的 对 对 往前再走三公里就是了 师傅 您要点什么东西吧 您在这儿买吧 在哪儿都试买 您就算 奔跑我们娘俩 打火鸡怎么卖啊 一块 八毛也行 那你给我来十个 干脆我都全要了吧 这有多少啊 我这个地方它会小 本天又少 有三十个 五个 小朋友 来叔叔送你一个 不 叔叔 我不要 妈妈说了 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也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更不能偷别人的东西 叔叔这个可以要 啊 叔叔 我不要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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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谢谢您好 师傅 您慢走 谢谢您 小姐 这是张管武的母亲 刘凤珍的鸭鸡 你 养着老太太又能多活几个月了 我问一下 她的治疗费一共需要多少钱 一个礼拜也好几次呢 好像是个无敌的 你慢慢带回去 谢谢啊 小姐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那什么人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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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赴宴去了吧 这红光满面一起风发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可是 还总离不了请客吃饭 吃来吃去 吃软了耳朵 吃软了嘴 劈手夺了我的打狗棍 是吧 你放心 打不了狗 我打兔子 打不了兔子 我打耗子 实在连耗子也打不了了 我就打个臭虫蟑螂 蚂蚁猪虫什么的 反正总有的打 是吧 记住 迂回是一种战术 而绝不是回避逃跑 是战术 但大抵用于敌强我弱之计 换句话说是弱者的战术 你不觉得 例如 reflex 冰显 第一次被劳教后 我就下决心再也不干了 他却恰好也从劳教所调到了刑警队 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我 向我要钱 不给就要把我抓回去 没办法 我自好再去偷 就这样 隔一袋就在送钱 没完没了 我搬过几次家 想躲开他 可是他总能找到我 逼我干下去 他说有他罩着我 只要我活干漂亮些 没事 你总共给了他 有多少钱 大概也不止两三万吧 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呢 这事我老婆都知道 他也从我老婆手里拿过钱 除了钱以外 还有没有送过其他东西 刚兴起路上一那只 我偷到一台 牌子好像是三杨的 后来我就送给了他 小明 这些问题你为什么审判钱不说呢 我害怕他 那今天怎么又说了 他答应照顾我老婆和女儿呢 可是今天我才知道 他 我老婆吃饭了 吃吧 叫他理解的话为你点的 你先吃吧 吃完了接着他 理解察官 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都是快要走的人了 我吃不吃豆了 豆 你也是做父亲的人 我想切你爸是好吃的 你只带给我的女儿吧 我切她们娘儿俩的太多了 我切她们娘儿俩的太多了 你师父马上问一下 张廷祥家是住在这儿吗 在 在这边 好 谢谢你啊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检察院的 请问这是张廷祥家吗 是啊 我是他爱人 他出差去了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是来问一下 你们家以前是不是被盗过 是啊 可让偷惨了 稍稍指点钱的 都让偷走了 公安局又破不了案 弄得我们啊 紧巴了好几年了 那你们丢的东西里边 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是什么 给儿子结婚用的电视机 录像机 刚买回来才三天 录像机是什么牌子的 有发票吗 三阳 日本货 发票 找丢了 行 谢谢啊 谢谢 同志同志 那个案子是不是破了 我们能领回自己的东西吗 有消息我们通知你 谢谢啊 杨宁 你看怎么办 这罗中和你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啊 看又怎么样 真是想不到啊 这人太熟了真没法说 昨天那个录像机 我还给我儿子借了用过 这样吧 杨宁 待会儿啊我去找潘向红 你去找秦收录 咱们翻头行动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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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连我的门都不敢进了 把玻璃扬上去 比刑警队的脾气还大 抓抢劫盗窃犯谢晓明的时候 你和谁搭档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你 金叔璐 我现在在对你进行司法调查 你所说的一切 都将作为证人证言 把你和罗忠在一起执行任务时候 所有非正常的情况回忆一下 如实地说出来 真的要整他 那你把车看远点 我们正在紧急查证罗忠的犯罪事实 我们正在紧急查证罗忠的犯罪事实 前天在路口谢晓明其实就在车上 他怕哭出声来把嘴唇都咬破了 现在离执行还有三天时间 救不救他就全在你了 想说就说吧 说完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警察要是没有了良心 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 我们实在没法过了 谢晓明是当过贼 可他想吸收不干的时候已经拥护掉他了 我和晓明想尽了办法 就始终逃不出罗忠的手心 只能让他硬只能让他柔 他知道小明被他捏住了 我也就被他捏住了 前天我给他付钱的时候 他还让我去当坐台小姐 让我去调有钱的男人 然后与他出面去敲诈 我当时心里难受起来 我就问他 这个家里已经出了一个灯灰 难道还得逼什么唱起来 他竟然态度坚决了 才敢放过我 好 真好 急 你把送前的次数 前数 以及详细的地点 详细的时间 和他会面之前见过什么人 说过什么话 都好好的仔细地再想一想 你等等 我有一个本上面都记着呢 我现在去拿 看着我能说得更清楚些 妈妈 为什么这个叔叔的东西就能吃呢 孩子啊 这个叔叔是不是好叔叔 五二一 起来 五二一 起来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快抱 偷进妈妈的怀抱 谢小明 我说话算数 已经给女儿送了一支烤鸭 有妈妈好 有妈妈的孩子想更好 唱 唱 唱呀 你回忆不起来的事 你妻子都记在一个小本上 罗忠曾经逼你的妻子 让他去坐台调男人 这事你知道吗 逮捕罗忠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你能不能够提供罗忠犯罪的证据 成为重要证据 如果你能够成为重要证据 你不仅可以听你的唱歌 你还可以见到他 甚至像别的父亲一样 挣钱供他上学 看他长大 别灌迷魂汤了 高法的终审判决 自建国以来 更改过几例 能不能够改判 我也不肯定 不过作为重要案件的重要证人 在案子没有审结之前 不执行死刑 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 如果有立功表现 改判的希望 不是没有 当初你没有如实交代你的犯罪背景和动机 这是导致量刑不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现在 你举报了罗中的犯罪行为 就已经是立功的开始 如果能够证实他的犯罪事实 把他从司法队伍中清除出去 直直判刑 你就立了大功 谢小明 我的话你听懂吗 当着一个还有三铁活头的人 您发个誓 如果我说了 你能保证我妻子和女儿的安全吗 你看这 这是真的吗 今晚八点之前 我会依法逮捕罗中 明天 我让人给你送一份报纸 你肯定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你肯定可以看到这个消息